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3年1月13日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内演 今天这节目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去年全球经济最亮眼的一个国家 可以说就是越南 越南的经济有多亮丽 那么中国的经济反蹭出来就有多惨淡 可以说越南和中国确实在很大程度上 是存在着替代和竞争关系的 我们看一下越南的一些数据 可以说整体来说 去年越南的经济确实是压不住了 中国经济衰退都不行 各方面全面的是趴窝 但是越南的经济全方面的是起飞崛起 作为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之一 也是过去两年亚洲经济发展最亮丽的载 越南率先是公布了2022年经济的一个报告 它的GDP的增速高达8.02% 那么中国去年的GDP的增速 有没有3%4%都是问题 但是越南已经高达8.02%了 在全球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那么这是越南了25年来经济增长的最高纪录 不仅好的出乎了全球其他国家的预料 也大大超出了越南年初定下的6%的一个增长的目标 虽然目前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报告还没有全面出来 但是在2019年之前是全球经济引擎的中国 可以说基本上在2022年是全面的趴窝 主要和中国的封锁政策 还有中国的房地产的衰退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惨淡无光可以说 而以欧美为主的其他大型经济体 一个是深陷能源危机和去工业化的危机 不能自拔 就是欧洲 那么另外一个 美国也是受到通胀和衰退的困扰 可以说目前也是经济不行 而亚洲这边 日本受到美元的连累 已经成了全球抄底的对象 而印尼和泰国一方面是缺少越南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政治的优势 二是受到疫情的冲击 复苏已是非常之缓慢 韩国则是时隔14年再次出现了大规模的贸易逆差 国内的智库已经是发出了经济放缓的一个警告 那么在这种全球环境一片萧条经济惨淡的背景之下 越南8%的经济增速 可以说这个成绩是非常亮眼 也难怪了交作业非常之积极 越南市率先统计出了去年的经济增长报告 那么越南为什么经济会这么亮丽在去年呢 可以说整体来说 越南市以外贸投资消费三驾马车 在全球经济放缓 中国的封锁导致经济供应力不足 在这样一个窗口时期 能抢了一波全球贸易的市场份额 去年越南对外贸易的总额 同比增速高达11% 创下了历史新高 它的贸易总额达到了7269亿美元 就是越南 其中向美国出口的贸易额 就增长了超过30% 高达30.9% 总金额达到了851亿美元 占越南总出口量的三成 而同比了中国呀 在去年下半年对美国的出口是急剧的下滑 上期节目呢 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对不对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大幅度的收缩 那么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呢 就是被越南给替代了啊 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速高达31% 去年 在此期间呢 中美的贸易额啊 可以说正处于连续下降的一个状态 中国甚至一度已经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了 这说明中国在美国的外贸关系的板头上 这种地位啊 在快速的下降 越南去年的崛起啊 一方面存在着减中国漏的成分啊 当然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 但是更多的则是自身产业结构的一个转变 中美呢 在近几年对越南的工业产业系统啊 加快转移 助推了越南工业的高速发展 越南工业占GDP的比重啊 已经迅速上升到了36.9% 成为越南第二大经济支柱产业 其中呢 贸易制造业就占了GDP的23.7% 认真研究一下越南啊 去年的贸易成分啊 其实就可以发现 这个国家对外出口的全头产品呢 已经从传统的农产品 小工业品转变成了工业电子 纺织类的一些产品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像电话以及零配件 电子零件电脑及备件 机械设备及配件 纺织品主要是这些 占比了分别啊 达到了15.9% 百分之十四点九百分之十二点三和百分之十点一啊 紧这四项加起来啊就占了越南贸易额的百分之五十四点二 那么这中间呢可以说很多和中国都是有竞争关系的 从外贸产品中工业电子设备 纺织品占据了半笔江山 其实就能看出越南已经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啊 完成了从农业国家向准工业化国家的一个转变 而且这些越南的制造贸易的全头产品 大量的是和中国的制造领域是相重合的 大家看看像一些电子设备对不对 还有纺织品 还有一些电话电子零配件 机械设备和配件等等呢 和中国都是有竞争关系的 所以很大程度上说它是替代了中国的产业链的供给啊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所以难怪啊这两年一提到越南近期的快速增长啊 很多中国人呢都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啊 那为什么中美产业链投资转移 一定要首选越南这个国家了 首先呢就是地理位置啊 越南它的狭场的国土形状啊 几乎全部是海岸线 一排一排的天然的粮感啊 距离内陆的距离几乎都是相等的 北部的陆地的边界呢 又和全球世界工厂啊 中国是接壤的 那么这就代表着几乎越南全境都可以开发制造 加上海运的中国东南沿海的模式 陆地上呢 跟中国缅甸泰国柬埔寨一起是包掉了老挝 海上呢是连通了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中美澳大利亚 在地理位置上可以说确实啊 是得天独厚 它的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虽然缅甸呢也是贴着海岸线 但是跟中美澳啊都隔着一个马六甲海峡 它的运输成本呢肯定是别不上越南第一年了 所以在港口优势上呢 缅甸呢就被越南给PK下去了 剩下两个能跟越南比拼运输优势的 那么就剩下泰国和马来西亚了 东南亚在地理上能选的 其实就这三家啊 地理位置比较好 国土面积也比较大 那么菲律宾呢 其实就不用考虑了 因为自身它是全岛的国家 国土啊比较破碎 国内资深的运输成本呢 就能把投资商给吓跑了 运输成本可能是比较高一些 地理位置啊还可以 那么肯定是要看劳动力成本是否第一年的 泰国经历过第一轮的东南亚产业链的转移 然后呢就被索罗斯玩废了 所以自从东南亚危机之后啊 像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这些国家就一蹶不振 反而是被后来的越南呢给超过了 现在泰国的产业被干掉了 但是它的物价成本呢其实还是很低 留下来了 再加上自身它的旅游业的资源比较丰富啊 这是泰国的一些侧重点 马来西亚呢是比较小 离中国呢也比较远 所以虽然劳动力成本跟越南不相上下 但是仍然是不受青睐的 众所周知的产业啊 可以说是需要集群才能发挥它的优势效应的 集群的工厂呢比手工作坊 它的效率是高很多 集中爆团呢 也别散边游泳啊好来订单一些可以说这都是一些常识啊 任何一个产业转移都是一套供应链和生产结构的迁移 绝对不存在说我单独一个厂子搬到别的地方去就能把生意做好 这样一个说法基本上它都需要配套的一个地方要有一个浓头企业 然后一大堆企业给它提供配套 对不对 基本上这才形成一条产业链 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越南还是有明显的优势 大家知道这些年呢 三星从中国转移出去之后啊 首选的就是越南 对不对 一个三星在越南带动了多少的产业链了 大家想想 整个越南的外贸啊 可以说几乎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啊 都是三星相关的电子产品的出口 还有配套的供给啊 能源材料服装等等啊 可以说都是越南正在承受产业链转移的一个重点方面啊 如果要做个比喻啊 这些配套设施啊 其实就相当于基建道路 大家都会把工厂修在一些江河湖海的边上 主要是为了交通方面运输方便 除非是备荒备战 否则谁也不会专门把厂子啊 往深山脑林里面弄 对不对 往西不弄 那么这就是基本的一个选择 就是说在建产业链的地方 首先它的交通要方便 然后海运方便 基本上这一点呢 越南可以说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这就是配套的基建 同样的任何工厂啊 都不会把自己扔在一个配套设施和产业链荒漠里面去啊 到时候人工费虽然是很便宜 但是啊 弄个钉子啊 都要从十万八千里面运过来 大家这个运费不是钱吗 是不是很高 所以很多时候啊 这些外资投资设厂啊 都要看你的配套和产业链的 所以目前啊 整个越南城界的产业链的转移啊 主要一个就是外资的 比如说韩国 日本 美国 欧洲的 基本上这些国家的产业链转移啊 它一些中低端的产品呢 很多选择印度 或者是越南 就放在这些国家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产业链的大转移的主要来源地啊 还是中国 其实中国这两年呢 可以说这些年啊 还是很多民营企业啊 都开始在往外投资设厂 往外的转移的 特别是广东啊 福建 然后是浙江 上海 像这一带的民营企业 因为中国国内的制造业的环境呢 已经不行了啊 比如说人工成本比较高 土地成本 房租成本都很高 税费也很高 而且这三年来 中国在搞疫情的封锁 对不对 动不动 就把你搞得去做核酸 动不动 就把你关在家里面 很多工厂 其实是不能按时开工的 所以这样呢 很多民营企业 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 就开始要找新的下架了 那么这个新的下架最合适的 就是靠近中国的越南 它一个土地便宜 房租便宜 人工便宜 对不对 然后是海运比较方便 成本都很低 而且这些年来呢 越南呢 可以说产业链呢 基本上建的还是不错 特别是一些电子工业啊 机械设备啊 很多都有建造产业链的基础 作为很多一些大型的外资厂 中国的民营企业啊 首选就是你中国比较近的越南 来投资建厂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集中转移啊 现在越南的出口啊 可以说突飞猛进了 去年的报道是 越南已经超过了广东嘛 它的出口额 那么往后走可能会发展的更快 就像这个滚雪球一样 滚到了一定大的规模呀 它越滚就会越快 可以说要不了多少年呢 对中国就会形成这种实质性的威胁啊 目前来看 这种影响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中国已经开始紧张了啊 那么这也是未来的一颗经济明星呢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想做一些投资 或者说发展实业 或者说有亲朋好友的 其实可以重点考虑一下越南 我觉得这个国家在未来 它的经济实力和经济前景呢 可以说绝对是不可笑须的 前景是大有可为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第一个 第三个 瓦努阿图护照 英联邦国家 一步到位拿到护照 总花费约90万人民币 全球避税天堂 护照可变迁 英国 爱尔兰 俄罗斯等国 办理周期仅需两个月 还有更多优质安全的移民项目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与我们专业的移民顾问联系咨询